那就是我們一起去 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帶大家TV秀 今天很不一樣喔 你看 全員出道喔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為什麼要忽然拍影片 今天媽咪 你有一個很大的責任 你肩負著桃園的觀光大使 你少在那邊 等一下 今天是業配嗎 今天沒有業配 沒有業配 疫情鬆綁 大家都會出去玩 正常啊 可是大家都不來桃園玩 大家都覺得沒有好吃沒有好玩 都往中部 南部跑 是沒錯啦 真的是比較好吃 所以今天我們就是為了桃園平反 今天要做什麼 身為一個桃園在地的 這不是要表示什麼 我們影片會有很多人看嗎 我覺得 會有幾千人 應該會有幾千人吧 好 現在呢 就跟著我去吃我平常 只要想到我就會來吃的美食 Go 走吧 趕快來 我們要去排隊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中立觀光夜市 是不是覺得很難門 晚上的夜市那是可光光可光的 真正的中立美食呢 只有在白天出現 現在就讓我帶著你們去看 走了啦 走了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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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要介紹給你們 這個厲害了 臭豆腐來作 八面我最愛吃的 吃過各大 大家介紹好吃的臭豆腐 這一間真的就是內軟亂熟 你看它裡面的醬汁 然後再把它塞進去 嗯 加辣 加辣的 裡面豆腐就是很軟 然後加上它的醬汁 以及它的特辣的辣醬 它泡菜也很合我的胃口 我不喜歡吃酸的東西 這個不太會 然後重點是小朋友都非常喜歡吃 就代表接受度非常高 再一次 啊 啊 Triple A Credits are right Hang up the phone And let your heart break Only in LA 24 twice She's on the phone But she's staying on Wale Shop Boulevard Old dreams dying hard It wants you to return this love We've been in the dark We're less working 剛剛有說的古文 你們應該有吃飽吧 欸 他們沒吃到 但是我吃 我吃飽啦 如果你們還沒有吃飽呢 媽咪我現在來介紹 你們再走幾步路 就可以到了一家 非常非常好吃的紅豆餅 這一家紅豆餅 哇 中熟是不是 什麼中熟 我剛才是好吃到翻掉 對 很好吃的 然後呢 順帶一堆 剛剛大家有看到畫面吧 旁邊有潤餅呢 媽咪真的沒有時間拍給你們看 不過它也是大有來頭的 接著我現在趕快來介紹了 我們今天買的就是紅豆 還有芋頭以及奶油 就是我們每一次都固定買的 但今天我發現了一個新口味 很想要嘗嘗看 但他說只能買一個啦 我不知道有這麼夯嗎 妳要不要先看新口味 哇 是嗎 芝麻不甜 芝麻不甜 而且不會苦 好吃嗎 嗯 好吃耶 真的料很多 你看 滿滿的芝麻耶 那我跟媽媽 好好吃耶 如果 欸 我上次吃紅豆說 大家有拍到嗎 我吃萬丹 對 我吃萬丹的紅豆 真的好吃 這一家我吃了之後 真心的說 不輸萬丹的 我想一件事耶 會不會裡面的紅豆就是萬丹的 這家就是萬丹紅豆餅啊 我真的 我真的那麼久 這家就是萬丹紅豆餅 對啊 真的很好吃耶 喔 這感覺是剛熬出來的 你聞 真的是剛熬出來的紅豆 真的很香耶 我本身呢 因為妳不會吃喔 這一家我吃了之後啊 真心的說 不輸萬丹的 這一家不是你 你剛剛說你要吃嗎 如果我能接受的話 要不要很好吃啊 嗯 嗯 好吃 但我就是不能接受 它的紅豆香很香 然後有顆粒感 因為我不喜歡吃紅豆泥 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吧 紅豆顆粒 如果喜歡吃紅豆泥 應該會蠻喜歡那種咬勁的 就有一點咬勁這樣 G sheria 超級金錢 字幕室 G sheria G sheria A G sheria 我家的口袋名單就是 登登 老家餡餅 首先它位於中壢 很不起眼的一個轉角 你很容易就錯過 它賣的東西也非常非常簡單 只有餡餅 然後一顆這樣40塊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點偏貴 這就是牛這個豬 基本上牛豬啊 就只是它的肉不一樣 其他的都是一樣的 你吃這一家 你絕對要準備一個湯匙跟什麼 衛生紙 小心咬小一口 歷史新的一刻喔 這是餡餅喔 不是湯匙 有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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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裝不夠 還有 好喝嗎 好好喝 好來 妹妹應該還有 你看這個 你說這是湯包還是餡餅 I don't know 我吃餡料 嗯 好吃嗎 還有放洋蔥 所以它味道整個很香 然後那個牛肉的餡料 味道非常非常的明顯 皮真的很薄 所以你不喜歡吃麵粉的 非常適合 吃不到 餡餅最怕的就是啊 吃下去啊 冰冰 很厚之外就是很乾 看它一點都不乾 還很濕潤 嗯好好吃喔 第三家我們來到一家非常非常厲害的冰店 這一家就是視覺跟味覺同時原有的一家店 它這個位置呢 也是在中壢的巷弄內 它真的非常像弄 可以看到隔壁 我剛才就是住的家 但是它這邊的外觀啊 你絕對沒有辦法去忽視它 整個就是屬於日式的風格 我們現在來品嘗看看它到底有多厲害 我點的有兩種口味 這一個呢 是雪花冰的基地 那它雪花冰的有牛奶啊 有抹茶啦 嗯 它雪花冰好綿密喔 牛奶味非常重欸 我喜歡 我喜歡 你看娃姐上面的花生粉 這是鮑冰 它鮑冰不是整個就是像冰塊那種打碎那種 喔像飯 這更像 它的鮑冰是不是跟一般的刷冰不一樣 嗯 這有點像那個 日本有名的那個鮑冰叫什麼啦 喔對對對 這個日本 鑽石鮑那種 喔喔喔喔 那個品牌叫什麼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你這什麼 不用我 你剛剛吃完有沒有發現它的冰超級細 這個 嗯 嗯 嗯 今天來到最後一站啊 剛剛帶大家都去吃吃好吃的 不要再說桃園沒有好玩的 我現在來到哪裡 大家知道嗎 是桃園的最新地標 這邊佔地大概有八千多坪的一個shopping mall耶 裡面有一個全台最大的攀岩廠 還有滑雪廠 以及烤龍站 我沒有來過 我們一起去逛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期待 走吧 Go 剛剛旁邊是家樂園 那我們現在我們現在找那個滑雪廠或是攀岩廠好不好 看一看全台灣最大的攀岩廠長長什麼樣子 看一看全台灣最大的攀岩廠長長什麼樣子 攀岩廠是有的嗎 我們現在找滑雪廠或是攀岩廠好不好 這邊真的是應有盡有 那我們現在來到二樓的浩浦 大家看到就是有一些可以逛的啊 買衣服啊 鞋子啊 而且這裡的造景都超漂亮 剛逛那個休息區 你以為來到網美店呢 環境很好 超大的攀岩區 事實上我也沒有玩過 這幾年攀岩其實就是有很多爸爸媽媽是可以訓練的 你會發現現在有很多室內遊戲的 他們有增加一點點小區塊的攀岩的東西 就是要讓小朋友很小欠他們的一個膽量啦 而且你看旁邊 在我賣攀岩的食物 哇 你看 現在沒有開放 其實我最期待的是這邊的 有發現還有親子樂園 大家本來去五樓的 我想到因為他們現在是 是營運 對 所以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不要失望 我今天帶你們來 先讓你們知道 等到你們準備好 帶小朋友來的時候 剛好就可以玩上啦 我們來期待一下好不好 他電影院開放了耶 他電影院開放了耶 他電影院開放了 對啦 而且他的影城看起來好高級喔 還滿有質感的 這個如果嫁給一樣 你就會很想要來這邊看 他的售票數還滿大的 這裡很吸引女生的點 除了就是好逛之外 你知道什麼嗎 他到處都用大理石的牆 背牆全部都是 很有質感 你就會覺得來到一個網美的世界 隨時都可以拍 小朋友咧 怎麼不見了 蛤 你說什麼 小朋友喔 不見了 我等這一刻等超久的 我告訴你 現在帶小朋友出門啊 爸爸媽媽一定都會非常擔心 不小心走私啦 或是發生什麼意外 所以我就貼心的 幫他們藝人準備了一隻 360 E2的智慧型手錶 簡單的說就是你可以輕鬆的 在手機直接定位他們的位置 來 按進去他的APP裡面 然後按守護 你看他現在在這邊啊 有多近 就在我的附近了 所以根本不用擔心 另外呢 這是手錶 小朋友帶到學校 你們也不用擔心 他上課不專心 拿起來把玩 只要在手機上面限制 他們的現用時間 在這時間內呢 這隻手錶 就只能顯示一般時間的功能而已 另外還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功能 就是你還可以額外去設定一個區塊 如果寶貝呢 離開了這個你設定的區塊 他就會來通知我們喔 比如說他離開了學校 在不對的時間點 離開學校 這時候他都會來通知我們 這隻手錶呢 因為他也能撥打電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設定 他能撥打的電話 以及他能接聽電話的對象 就算家中沒有小朋友的 也沒有關係 這個也很適合買給家中的長輩喔 另外呢 也有針對長輩們拿著 有幾比較大的圖標 如果你想要傳訊息呢 在這個語音訊息的功能 只要長壓 說完了把它放掉 這個訊息就傳出去了 那這樣小朋友真的會喜歡嗎 好嗎 小朋友超愛的好嗎 現在購入呢 還贈送超可愛的寶可夢 寶物套以及姓名貼紙 怎麼可能不愛 連洗澡都捨不得把它塗掉 睡覺也是 還可以利用手機拍攝寶可夢貼紙 穿開手錶之後 作為超可愛的手錶桌布喔 來來來 下次不要再亂跑了 沒有這個我都找不到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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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